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并强调将保留法律追溯权 海尔公司承认指控 并向世卫组织致歉 据自由时报5月27日报道 世卫组织25日发表声明表示 世卫并未派任何专家出席17日北京的会议 也没有颁发全球健康空气领袖品牌给海尔 更没有对海尔的空调产品或服务 做过任何评价或评估 出席北京会议的世卫代表王洪才根本不是世卫的专家 员工 他是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医院的员工 医院员工言论 完全不能代表世卫 世卫组织强调 保留通过法律途径 追究捏造和传播 关于世卫组织的不实信息行为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 据苹果日报28日消息 海尔27日发声明表示 充分认可世卫组织的声明 表示公司在认定主办方身份上存在不严谨之处 承诺不在海尔官方平台转载 发布任何与事实不符的内容 并诚恳地向世卫组织及社会各界表示歉意 5月17日 全球室内空气进化与人体健康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有报导称 参加会议的有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代表 全球健康产业联盟 海尔空调 北京中医药大学等机构负责人 学者 会上发表了全球室内空气进化与人体健康白皮书 世卫代表王洪才 颁发了全球健康空气领袖品牌证书给海尔 称希望海尔空调研发出更多更领先的技术和产品 为全球空气治理持续献计献策 该会议受到中国媒体广泛报道 同时引来世卫反驳 报道表示 在世卫提出要追究法律责任之后 已有媒体删除报道 公开资料显示 海尔集团前身为星岛电冰箱总厂 创立于1984年 为全球排名前列的家电企业 生产空调 冰箱 洗衣机 电脑 手机等产品 旗下青岛海尔和海尔电器 分别在上海及香港上市 苹果日报的消息显示 海尔成立34年来是非不断 这个原本是青岛国企的家电企业 在早年私有化过程中 曾被质疑公司领导层中保私囊 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 一则对于中国 不 是民族品牌极为尴尬的声明被广泛传播 发声明的是世界卫生组织 被声明的对象是本土最为知名的制造业企业 海尔 我们先看看这则比较严肃的声明 世界卫生组织官方公众号发表的这则是卫组织媒体声明 对空气污染不实报道 保留法律追责的声明说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出获知 近日部分媒体关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报道 包含有关空气污染的错误和误导性信息 该声明回应的对象是本土知名品牌企业 海尔 声明虽然用词谨慎 那真是 句句扎心啊 因为 世界卫生组织一口气指出了五点虚假问题 错误信息一 媒体报道 世卫组织专家代表为海尔颁发全球健康空气领袖品牌 世卫组织专家认可海尔空调造空气 世卫组织专家代表 海尔空调为打赢全球空气质物战做出表率和示范 世界卫生组织声明 世界卫生组织并未给海尔或任何其他厂家 颁发全球健康空气领袖品牌 也从未对海尔的空调产品或服务 做过任何评价或评估 错误信息二 媒体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代表王洪才表示 希望海尔空调研发出更多更领先的技术和产品 为全球空气质力持续现机现策 世界卫生组织声明 王洪才并非世界卫生组织员工 也不是世界卫生组织专家 王洪才的言论其行为不代表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也不为其言论负责 据世界卫生组织了解 王洪才是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医院的员工 该医院是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合作中心 但合作中心 并不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部分 其员工不为世界卫生组织工作 该医院员工的言论 不代表世界卫生组织 错误信息三 媒体报道世界卫生组织中国代表处负责人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代表出席 2018年5月17日 在北京召开的全球室内空气净化 与人类健康研讨会 世界卫生组织声明 没有世界卫生组织员工参加该研讨会 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专家 以及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员工 均未出席该会议 错误信息四 某些媒体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代表王洪才提到 室内空气污染90%来源于 空调 世界卫生组织声明 在中国 室内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 是用于烹饪或取暖的固体燃料生物质或煤炭的燃烧 点击或取更多信息 错误信息五 某些媒体报道 开启孩儿境界自清洁空调进化八分钟后 室内污染污含量降至5 MGM微克美丽方米 由于当时日克粒物浓度期MGM的瑞士空气 且由于世界卫生组织在空气质量准则中 提出的健康空气是MGM安全值 世界卫生组织声明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科粒物 臭氧 二氧化氮和二氧化硫的空气质量准则 2005年全球更新版 建议PN2.5的日平均值不高于25微克美丽方米 年平均值不高于10微克美丽方米 这个建议并非安全值 实际上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指明没有证据显示 存在一个安全预值 及低于该浓度的暴露 不会出现预期的健康危害效应 声明落款为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 看完惊了一身汗 当然 小编并不是被吓的 而是一身尴尬汗 一家被视为民族品牌的企业 为何陷入造假风波呢 原来 5月 17日 一场名为全球室内空气净化与人体健康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会上全球健康产业联盟联合海尔空调 输出了全球室内空气净化与人体健康白皮书 同时该联盟现场为海尔空调 颁发全球健康空气领袖品牌证书 我们先看看新闻怎么说 5月18日 海尔所在地青岛一家媒体 刊发新闻独家 是为组织专家代表 为海尔颁发全球健康空气领袖品牌 新闻说 空气污染已成为全球性难题 5月17日 全球室内空气净化与人体健康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代表 全球健康产业联盟 海尔空调 北京中医药大学等机构负责人 学者出席 会上 全球健康产业联盟联合海尔空调 输出了全球室内空气净化与人体健康白皮书 同时 为表彰海尔空调 在空气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 全球健康产业联盟现场为海尔空调 颁发了全球健康空气领袖品牌证书 世卫组织专家代表王洪才表示 希望海尔空调研发出更多更领先的技术和产品 为全球空气治理持续献计献策 新闻写道 世卫组织专家代表王洪才在研讨会上表示 室内空气污染90%来源于空调 当空调引发室内空气二色污染 同时室内空气污染可造成高达40%的环境 室外空气污染的来源 严重影响中国人健康 空气污染 不仅仅是环境问题 也是健康问题 人类迫切需要恒温 恒湿 恒氧 恒结的室内舒适环境 呼吁政府机构 高校及空气类企业等社会各界重视室内空气污染 通过政策推动 技术创新 保障人类健康呼吸 打赢这场空气污染势力之战 文章称 白皮书以海尔空调为例 展示了国内企业健康空气研究现状 海尔空调近年来研发出解决室内空气二色污染的自清洁空调 空镜合一的境界自清洁空调等成套智慧空气解决方案 实现了从空调吹出洁净风 到用户呼吸洁净空气 世卫组织专家代表王洪才表示 全球空气污染的治理 需要海尔空调这样的创新型企业 呼吁卫生 财政 科技领域加强合作 通过听取更广泛的观点 和寻找共同的解决方案 以加快空气污染治理步伐 另一家中央级重点媒体刊载的文章从造空调 到造空气 海尔为室内空气污染 提供中国解决方案 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合作中心专家王洪才 北京大学低探经济中心研究员胡思苑 全球健康产业联盟副主席后生田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室内环境 与健康分会秘书长宋瑞金 海尔空调等机构和企业代表出席外 还刊登一张海尔获奖的照片 小编找了找 新闻中并未著名颁奖的人 与接受奖牌的人具体身份 至于为什么 现在来看 不言自明 这值得我们很多机构学习 以往 我们一般只是承认或否认 但至于其他问题 一概不咎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代表王洪并非世界卫生组织员工 而是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医院的员工 小编解所发现 王洪才以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代表的身份 出席公开场合的报道 似乎只有这一次 百度百科显示 王洪才 知名中医学者 临床专家 中国中医科学院主任医师 博士生导师 教授 曾承担伊拉克 印度等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医生 应邀近60个国家 进行医疗或交流 从事中医针灸临床及研究三十余年 理论功底深厚 实践经验丰富 善于运用多元思维范式解读生命与临床疑难问题 著 著编医学著作十余步 不过 其社会组组织兼职的介绍中 显示其2005年至今负责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合作中心的工作 检索发现 刊发这条新闻的媒体确实不少 几乎所有的知名媒体都刊发了该条信息 而现场活动的照片 看上去确实像一场极为严谨的学术研讨 检索发现 几乎所有的新闻报道都这样强调 由全球健康产业联盟发布的《2018全球室内空气净化》 与人体健康白皮书则评价 在健康空气领域 海尔从空调吹出洁净风 到用户呼吸洁净空气 再到输出成套智慧空气成果的全无空气解决方案 为全球用户提供了恒温 恒湿 恒静 恒阳的智慧空气主动服务 作为资深的媒体人的小编想说 外国有人就是太严肃 还是不了解国情啊 我们早就习惯了这样的骗局 你却当真了 不过这次 脸打得有点痛